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泰国的榴莲园 看看当地的榴莲采摘和销售过程 首先,我们看到两名工人在采摘榴莲 一个工人在树下,另一个则爬上树去采摘 这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和经验,千万不要尝试模仿 因为这是一项高危险的工作 采摘下来的榴莲被放在一个米袋中 由树下的工人轻轻接住,这也需要非常熟练的技巧 这项工作非常辛苦,特别是在高温和高湿度的环境中 采摘者需要爬上高高的树 采摘榴莲后,还要准确地将榴莲扔给接收者 以避免损坏,一旦榴莲被采摘下来 它们被放置在一架改装的摩托车上 并立即送往市场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迅速 以确保榴莲的新鲜度和品质 一旦到达市场,榴莲会被分解和分类 以确保它们的品质和成熟度 然后,它们将被出售给当地的商贩和消费者 总的来说,榴莲的采摘和销售是一项非常困难和需要高超技巧的工作 但是,当我们享受到新鲜,美味的榴莲时 我们也应该感激这些辛勤工作的人们 当采摘榴莲时,首先在树下的人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它全神贯注地盯着树上的伙伴 它非常关注它们的每一个动作 因为它想要成功地摘下每一个榴莲 不能犯任何错误 看看它们的动作,多么流畅、准确 除了拥有天赋 还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工匠精神 即追求完美,不断锤炼自己的记忆,力求做到最好 在榴莲采摘这个行业中,这种精神尤为重要 因为只有完美无缺的榴莲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满意 当采摘完毕后 它们会将榴莲装在一个改装过的摩托车上 并仔细整理 然后,它们会将榴莲送到另一个地方 在摩托车飞驰的过程中 它们会迅速把榴莲整理好并放到架子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它们在挑选榴莲时 它们会拿着一只棍子敲打榴莲 这是必须的步骤 因为它们需要确定哪些榴莲已经成熟了 哪些还没有 它们必须敲打一下 然后听听声音 才能确定哪些榴莲可以卖 这位老板娘也做同样的动作 它们的动作非常熟练 当选好榴莲后 它们会给每个榴莲贴上标签 然后称重并标上价格 这是它们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 现在 让我们看看泰国人开榴莲的方式 和中国或马来西亚人有何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 泰国人会从榴莲的上方用刀割下来 而不像马来西亚人一样 从下方切割并扒开 中国人开榴莲呢 就容易多了 直接用手扒开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